救護車行駛在路間 一路衝到事故現場 一輛進口轎車 反覆在內側車道 車體扭曲變形 雜物散落在車道上 另外兩台車則停在中線車道 救護人員將傷者小心翼翼扶上車 男子滿手是血 看起來表情相當痛苦 緊接著上車的女子 腿部受傷 移動緩慢 索性沒有生命危險 嚴重追撞車禍就發生在國道三號 南下一百四九公里處 數號晚間三臺車 疑似沒保持安全距離 引發追撞車禍 被撞駕駛說一路上都是定速駕駛 看到前方事故時 已經來不及刷車 下車後才發現肇事駕駛 疑似是酒駕釀貨 肇事駕駛自撞護欄 全身多數受傷 也坦承自己酒駕 國道通宵路段 還因為車禍一度全線中斷 喝了酒還開車上路 造成三臺轎車追撞 索性只有五個人受到情傷 記者 彭志明 陳廣睿 徐和翔 苗栗 參與報導